Hello 大家好 这期课来给大家讲一下 抖音的发展历程 以及我们的新媒体 这该怎么做 就是自媒体视频方向怎么做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我们来看一下 从头看一下抖音的这个速度报告 2019年 汇聚更多美好 它现在到2020年 1月份每天有4亿的日和月用户 这个是相当厉害的 每天活用户有4亿 占至中国人口的三分之一 占至中国上网人口的二分之一 46万个家庭 拍摄前家福 被点赞超过1亿次 308万亲子视频 然后2019年在抖音 有哪些词比较 比较 就是有哪些图比较火 大家可以看一下 首先这个是排在第一位的是哭的 这个表情 第二个是加油的 加油 3791万次加油 然后有106万次的漂泊 也有152万次相加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微图标的 它表示了一个人的心情 这样的 新生儿 176万新生儿 因为他们通过抖音来拍视频 抖音就可以知道他们是今年出了多少个小生命 18万次高考 38万次毕业 409万次婚礼分享 说明现在人都喜欢晒 都喜欢分享 这是一个有趋势 然后 这是宠物 最受欢迎的宠物 这个是排在前三的 然后点赞人数排在前十的 第一是教室 第二是护士 排在最后 他不腾的 是美容 美发师 每个你都在抖音畅快表达 我们再看一下 2418万个视频 用宝宝特效 相关视频被点赞超2.14 10.2意思的播放 是这个图像 就是视频变脑的特效 使用变脑的特效 就是这个技巧 然后3071万人 就是说使用色略的痕迹 影集记录时光 匆匆流逝 贴纸 就是特效贴纸 穿越时光的这个特效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使用了比较多的 那三个排在前面 然后2019年 抖音这受欢迎的音乐 他不腾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些歌 是不是有些很熟悉 对吧 然后的话 抖音根据不同的用户存 观看的内容 做了一个对比 60后舞蹈 可能是说爱拍那个广场舞 爱看什么婚礼 因为60后面临的他的子女 都这一辈都要结婚 出嫁 所以这个很相关 70后的话 可能比较关注美食 比较喜欢看手工 80后 亲子 因为比较喜欢拍亲子 因为这也是有软硬的 因为80后现在普遍就是 生小孩了 就是说有一两个小孩的 所以这个年龄蛋有细细相关 这个是很 契合实际的 喜欢看风景 然后90后 喜欢看风景 然后还喜欢就是说 爱看生活探店 然后00后的话 爱拍二次软 爱看萌宠 每个年龄蛋都有特定的标签 因为每个年龄蛋 现在所处的位置不一样 所干的事情都不一样 那如果是说 我们做自媒体的频道的话 我们要针对不同的人群 来定位自己的产品也好 类影也好 这个数据是很有用的 然后2019年就是Tub5 就是创作者才华 很一样 就是说哪些地方的人 就是自媒体创作的比较发达 第一是排北京 第二是辽宁 第三是上海 第四是吉林 第五是黑龙江 那普遍来说 北方人比较搞笑 或者是说 比较适合搞自媒体创业 这个是他们天生的 有一种幽默细胞 我觉得 这个是人成 有一定的因素 但并不是说 每个人都做得很好 但是这个区域 我觉得这个很准 很准确 更大的世界 如更广的连接 抖音产生的文化里 就是打卡经济 就是说网红 网红打卡地 就是去哪些地方 6.6亿词打卡 遍及233个国家和地区 23一次播放 就是大唐 不叶城 不倒翁 这个是一个视频 带回来做成了 然后抖音带里 看遍前九 湖光 山色 心怀更大的世界 他不定是曼谷 排在第二位是首尔 排在第三位是东京 排在第四位是大阪 排在第五位是新加坡 排在第六位是迪麦 排在第七位是冷敦 排在第八位是洛杉矶 排在第九位是巴黎 排在第十位是牙庄 牙庄我还不知道哪里 然后的话 让你点赞 就是说这个top top 10 就是说哪些城市 北京排在第一位 武汉排在第十位 成都排在第二位 这个很意外 成都这个居然 这个城市 就是这么受人欢迎 成都居然排在第二位 这个是大大之后我的意外 第三位是上海 第三位是上海 第四位是才是深圳 第五位是广州 第六位是杭州 第七位是重庆 第八位是西安 第九位是郑州 这些比较 比较多的人喜欢 去这地方点赞啊 然后最有名的 应该是top 10的这个视频 大唐布业城 就是西安的 伯特量应该是说最高的 然后第二是迪士尼 度假区上海 然后2019年 抖音热门贫困县 景点 top 10 就是那些扶贫 助力的贫困县的景点 展现 老尊山 老尊山 风景名胜区 第一位 第二位是疯狂古城 疯狂古城是比较有名的 第三位是长百山 国家 国家级自然保护吃 第九位是张家借的 这个是 就是说平均线里面 比较有好的特色 这个是打卡的 打了比较多的 然后他不吞的话 地方小吃的话 第一位是麻辣烫 第二位是凉皮 第三位是烤冷面 第四位是臭豆腐 第五位是三辣粉 第六位是肠粉 第七位是螺蛳粉 第八位是煎饼果子 第九位是小笼包 第十位是炒凉粉 那如果是说你打算在2002年做小吃做美食的话 这些都是很好的 就是大数字提供你的很好的一个方向 抖音已成为中国最大知识 艺术和非语传播平台 1489万个视频 2019年 1.3亿人次听过相波老师的化学课 6410万人听过这个这个的古剑者课 然后这个4118万人听过这个生物课 说明这些老师都很有自己的特色 能够吸引几千万人来观看他们这个视频 当然如果是说你在YouTube上 有这么高的观看量的话 也是蛮不错的收入的话 相对来说 这个是老师应该是有一定的特长 或者说有一定的吸引力魅力 然后抖音上最受欢迎的知识门类 应该是说 这个是做自媒体 或者是做YouTube的一个大方向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说美食还是排在第一位的 美食制作 家常菜制作 腐食制作 懒人早餐 红培教学 第二位是语言教学 英语 日语 韩语 法语 排在第三位是学科教育 排在第四位是职业教育 排在第五位的知识科普 抖音让艺术成为流行 5431次的播放 这个是播放量是相当惊人的 2045万人 就是说使用五弹特效贴纸 荷兰人用的最多 这个人存和特性都已经写上去了 传统博物馆 这是文物合起来 就是说打卡的 这个是北京故宫博物院 这个是排在第一的 第二个是中国国家博物馆 第三个是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这个是前三的 就是去了比较多的博物馆 然后抖音 这个是1372个国家飞移项目中 有1275个来到抖音 就是说这些飞移都在抖音上 发布他们的视频 国家飞移 也被点赞33.3亿次 这个厉害了 然后这个是飞移的一些活动 京剧排在第一位 永春城 然后黄梅系啊 这些东西 然后这个乐剧排在末尾哈 这个这个是一些飞移的一些东西啊 那么好了今天就给大家分享的就是说这个是抖音的大数字给大家指个方向以后可以说如果是做自媒体的话开始往哪个方向这些都是给了很好的一个数字啊 如果是我拍视频啊或者是旅游啊或者说去哪些博物馆比较好看呢这个都是大数字给大家一个很精准的数字啊 这个今天这几个就讲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